7月17日 當地時間7月17日 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劍龍骨落化石 在紐約蘇富比拍賣會上 以4,460萬美元的價格售出 成為史上最貴的化石標本 劍龍生活在距今約1.5億年前的豬羅紀 是一種草食性動物 以其從頸部延伸到尾部的獨特骨板而聞名 這個劍龍化石並命名為頂點 因為它是至今為止發現的最大、最完整的劍龍 其高度為3.35米、長6.1米 化石數量有254件 完整度約70% 化石顯示這隻劍龍沒有戰鬥或劣食相關傷害的跡象 關節炎的證據表明它活到了高齡 發掘時的姿態顯示它應該是平靜地自然死亡 這個都是同類中獨一無二的 這次拍賣具有理情悲意義 因為它標誌著拍賣行 首次從發現恐龍標本開始 就參與將其推向市場 2022年5月 頂點在古生物學家哲心庫柏 位於科羅拉多州恐龍鎮附近的私人土地上發現 按照法律 2010年恐龍化石尤其是在電影中出現過的明星恐龍化石 累累賣出高價 此前恐龍化石的最高價紀錄是在2020年創下的一頭霸王龍的化石以3,180萬美元成交 據稱該霸王龍化石被運往阿聯油 將放置在2025年開幕的阿布札比自然歷史博物館中 但更多的化石都是賣給了私人 這類拍賣引起古生物學家批評 他們指出 這些化石只應該收藏在博物館或其他公共空間